去年被华为打的脸还不够 雷蒙多又开始嘴硬 矛头直指中俄芯片 却闹了个大笑话 近日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专访时 又一次谈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 而为了展示自己的重要性 雷蒙多直接表示 现在的国家安全不仅和坦克导弹挂钩 还和无人机 AI技术以及半导体这些先进技术挂钩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雷蒙多是趁热打铁表示 要阻止中俄获得美国的先进芯片 这还没完 雷蒙多甚至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表示美国在对俄罗斯 禁售半导体芯片之后 俄罗斯沦落到只能从冰箱洗碗机里面 拆芯片的地步 这个就有点搞笑 要知道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拆芯片的故事 只不过是网上流传的一个笑话 你说你雷蒙多作为美国商务部长 在接受专访时举这么个例子 是很不合时宜的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雷蒙多看起来的表情是相当得意 随后记者提问 雷蒙多对被华为打脸时的看法 这位还一脸傲娇的说 说他被华为打脸的前提原因是 他的出访引起了中方的高度关注 不仅如此 雷蒙多还特意强调 华为推出的芯片 他看没有美国先进 这代表美国对中国制裁 芯片依旧有效 你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看 雷蒙多的傲娇和得意就很好理解了 很显然 雷蒙多就是死鸭子嘴硬 他是为了掩饰美国对中俄制裁芯片的失败 美国对俄罗斯的芯片制裁 咱不好评论 但是你说咱们国家 华为在这处着呢 雷蒙多还能这么嘴硬 看来美国政客的素养 还真就在演技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摆在眼前动能装看不见 这方面雷蒙多多少是有点实力的 诚然中国现在7纳米芯片的确还落后于美国一点 但雷蒙多当时被打脸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形成撞上了华为的发布会 而是因为华为推出的芯片是从无到有的 是标志着中国打破了美国的芯片封锁 是具有标志性的 要知道美国原来的计划是 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半导体差距控制在10年左右 结果华为这芯片一推出 直接从10年变成了3到4年的差距 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足够的证明 美国对中国芯片封锁的失败了 现在雷蒙多说 他被打脸是因为中国对他高度重视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呢 中国不会在乎他的行程 因为我们自有规划 客观上来说 现在中国在高精致芯片制造上面 的确还赶不上美国的高度 但高精致芯片和中低端芯片不同 前者应用场所很少 市场占有率不高 研制高精芯片 最主要的目的是不被卡脖子 要论赚钱和市场占有率 还得看中端的芯片市场 而在应对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这几年 中国已经逐步完成了对中低端芯片的国产平替 而在2023年 中国对外半导体出口量 甚至已经达到了2117亿块 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的制裁甚至帮了我们一把 雷蒙多现在在这嘴硬 只能说他在晚尊 说的难听点 是锤死挣扎 什么样的